本期时间,2月20号,根据洛杉矶华人资讯网记者Cindy独家报道 Arcadia居民、企业主、社区义工张奔宣布参选Arcadia的联合学区的教委 作为义工,张奔一直都在关注着亚市的社区发展 惊喜地参与社区活动、长期管理和服务Arcadia Living老人中心 2021年,他被任命为亚市警长基金协会的理事 并且致力于与执法部门合作,维护和改善公共安全 此外,他也具备支持和参与学区活动的服务经验 张奔表示说,能够有机会参选学区的教委 我既感到骄傲,也深感责任和义务 同时感谢亚市政府一直以来,以教育为优先 创造出了一个优秀育人、全国领先、学风独特、良性竞争的教育环境和氛围 他说如果我这次能够当选学区的教委,必将会努力工作、贡献力量 以不负众望,与大家一道再度努力让Arcadia的学区再创辉煌 美西时间2月20号,根据城县记事报报道 迪士尼的油轨电车服务在本月23号将重新启动 当月2日、浅电车服务在本月3日、浅电车服务我 当然,明昌电车服务在本月23号 8月23号,广场局务贡献力量 在本月23号,经浅电车服务的创达 7月23号,将手 avons请注意